好,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视频把他的刀柄换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换 但是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很多同学要讲 等一下我做错了,我要 undo undo 怎么办? command Z 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步要做的话 同学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 history 然后你没做什么东西它就会有新的步骤 你一直就是往上按你就可以回到很多步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 history 这个东西 你每一次都想要回很多步的话 short cut key 是 command option z 你按多一个 option 你就可以就是回复到很多步 所以就是 command option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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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复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步这样子的意思 好,说了那么多 首先我要针对我的 layer 来做一点事情 可是layer的panel 现在没有打开 如果跟我一样没有打开的话 我们就去 layers 打开来之后 我把它 append在这里 好,我的 layers 现在在 background 之上有一个叫 falcon plate 的 layer 没错 好,那现在我们要再做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这个部分选起来 很多同学讲,哎呀学过了嘛 我们可以用这个啊 magic wand 选选看啊 好像有阴影的地方没有选起来 这里又好像有更深的地方没有选到 浅的部分也不见了 怎么办呢? 好,其实呢 它东西不见了 那就代表说它其实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种黄色 然后我们肉眼是分不清有多少千千万万种黄色 所以呢, magic wand 它是有它的 limitation 的 例如说我们往这边看哦 我们的这个 magic wand 这边 tolerance 有放 32 32 的意思就是说 32种靠近的黄色呢 都被选取了 如果你单单只是放 0 的话 你相信我会更糟糕 好,你看一点 因为它的旁边的黄跟它不一样 所以它只选到就是这一点 因为它不能 tolerate 其它的黄色更糟糕 所以一般上我们是不改这个 32 人 这样子 好,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做才行呢?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同学很久没有用的 polygonal la soto 当然还有很多种不同的选取的方式 我们现在只是在做一个练习 一个一个一个不同的选取方式 来帮助你恢复你的记忆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那个动手做的话 你已经可以跟我一样开始了 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刀柄的轮廓去选取 好,怎么选取?就是你拉 然后点 然后来到这个周边的时候 不要以为它像以拉隋德的那个 Pen Tool 一样 它实际上就是你需要多点一些 然后你看到其实我也没有点得非常的精准 但是多练习其实是有好处的 那像这里如果你不是非常满意的话 我要再继续介绍就是 Shift 跟 Option 这个事情 Shift 的话就是增加 Option 的话就是减少 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我的 Option 这里 你看哪有画的一个这样子 你看它就会剪掉 那如果是 Shift 的话 它就会加回来 所以怎么加呢? 这样子就加回来了 所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再去修整一下 好,当我做好这一切事情 千万不要觉得我可以把蓝色倒进去 因为如果直接倒进去 你就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颜色倒在这一层 然后就毁掉这张图片 所以 Photoshop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 Layer 这件事情 所以开一个新的 Layer 我们要用 Paint Bucket Paint Bucket Tool 就是这个 然后 Gradient Tool 是上面的这个 所以可能你一开始是看到这样子的 但实际上它在 Sub Menu 里面 好,那请大家选一个浅蓝色 例如说浅蓝 这个蓝好了 然后呢,我们就到颜色 好,现在你会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 然后你就很想做一些事情 可是先不要着急 你们看到那个虚线框还在跑 如果你不去把这个 Dotted Line 就是这个选取的区块拿掉的话 你想做什么 它都只会针对这个 Selection 里面 所以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拿掉 有几种方法啦 第一个呢 就是你去 Select 然后选 Deselect 或者你很喜欢需要开 T 就 Command D 好,那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 你应该没有看过如此扁平的刀柄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来变一点魔术 在这边 Layer 1 先 Rename Night Handle 针对 Night Handle 我们要做一些 Blending 的处理 透光模式 仔细看哦 Blending 在这边 Blending Mode for Layer 有没有看到 Normal 这个字 Normal 所以你一定要先 Highlight 这一层 因为我们要改变这一层的 Blending Mode 然后 Normal 我们换成 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啊 你看你如果是打根是这样 打个 Color 是这样 那 Hard Mix 又是这样 那你可能讲这些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种透光模式 每一种都是一种光 用不同的光去把那个刀柄 弄起来好像有透过 就是把你的这个刚刚图的蓝色 有透明的感觉 可以看到下面那个 Layer 我尝试了许久 我觉得最好的是 Color 就是针对这个情况 最好是 Color 不要问我每一个 Mode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就每一次就自己去选一选 你大概久了 你就会记得拿几个比较好用 然后你会运用好不好 然后现在我们要针对这个阿妹 这件事情来做处理 好 我们要做 Clone Stamp 什么叫 Clone Stamp 这个就是 Clone Stamp 它其实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你要 Sampling 第二个是你要 Stamp 所以 Sampling 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把东西弄不见 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是选择这边的颜色 跟那个 Pattern 然后盖过来 所以选择这边盖过来 你一定要选择很靠近的东西盖过去 它才会自然 如果我选这里 然后我盖这里 你不就是看到这里是一片黑黑的吗 所以越靠近的光线就越相似嘛 所以我们一般上是拿最旁边东西盖过去 不是真的洗掉 是拿旁边东西盖过去 好 所以 Sampling 要怎么做呢 你看到这个圆圈 实际上就是你的 那个 Stem 的大小 要快速的改变它 实际上你可以按你的 Letter P 旁边的两个 是个粒 bracket 左边那个粒 bracket是变小 右边那个粒 bracket是变大 然后你在放大缩小的时候呢 你只是改变了它的 Stem 的大小 我们还要顾及到的一个部分是 那个 Stem 旁边它是很 Sharp 的 还是朦朦胧胧胧的 在这边看 往上 3 有没有看到这边 35 那你可能跟我不同号码 就 Depends on 你现在的那个 Stem Size 打开来 这个 Hardness 我们现在放 0 因为如果你是 100% 你等一下 Stem 出来 你就很看到一个一个一个 Stem 的边缘 我们不想这样 我们希望朦朦胧胧让它 Blend in 好 所以 Hardness 放 0 好 那我们现在要 再看两件事情 就是你的 Opacity 还有你的 Flow 都放 100 好不好 那我现在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要做咯 所以 Sample 就是 Option Option 而已还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要 Click 我 Click 这边就是讲说 我按 Option Click 啊 所以就可以放手了 就代表说我刚刚把这一块 存取到我的 Photoshop 的记忆里面 我现在要去 Stem 可是我突然发觉 欸 不行欸 因为我现在在 Nine Handle 那我应该回到这个 Falcon Play 那 Falcon Play 它不让我做这件事欸 欸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来仔细看哦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Icon 每一次我们看到这种 Icon 的时候 可能它是一个 Smart Object 或者 对 你看它是一个 Spot Object 那它就不让我们做这件事 或者是一个 Shape 之类的 那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把它 Restorize 变成 Bitmap Images 就好了 怎么样做呢 Right Click 然后 Restorize 所以每一次你遇到 呃 这样子的 看到这边有一个 Icon 然后你要针对这个 Layer 做一些事情 它又不让你做的话 你就 Restorize 就对了 好不好 我再讲一次 Right Click Restorize 啊 它不见了啦 因为 啊 因为我已经 Restorize 掉了 好不好 然后它的那个 Icon 不见掉 好 现在可以再做这件事了 我们 Option Click Sample Up 然后你看 你可以盖过来 盖过来 你看是不是东西开始不见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懒惰说 你从这边 Sample 然后去盖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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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同一个光暗齁 是不可以重复 一直使用的 因为这边的光暗跟这边是不一样的 你盖盖盖盖盖盖过来 然后讲老师不自然勒 当然不自然啊 我都跟你讲要勤劳一点 所以你看那个 I 的上部分 我是用这里的 那下半部分我用这里 然后我又盖过去 你看是不是 I 已经不见了 所以呢 M的话我就用这里 盖 上面 盖盖 这样是不是比较自然 A 盖过去 OK 然后再来 I 也是一样 Oops 按错了 OK 所以就好了 看到吗我的阿妹整个不见了 但是每个同学注意听啊 我这样教 你举一反三 你会发现Watermark也可以同时用这种方法拿掉 可是不代表我鼓励大家这么做 就好像我教你用刀不代表我叫你去杀人 你要善用自己的 智慧 然后尊重知识产权 好不好 那我们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缩小 好 那我们针对 什么方面来做呢 好 那我们这里其实有一个杯子 我们 去把杯子带进来 所以Coffee Cup Coffee Cup 我们去动这个 PS的Icon 他就会 开多另外一个包在旁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教大家 怎样 很快速的把这个杯子 选取起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